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 JB Bobbry Channel 今天又有好料啦 今天我带你们来看的是我们 JB 一个非常成熟的华人区 这个地点就是我们讲的 Eco Summer Eco Summer 是很多很多华人啊,年轻人啊,有钱人啊,想要找的地段 今天我带你们来看的这一款是什么好料? 它是一间 Corner Loc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环境一下 OK,这个 Corner Lock好是什么? 因为它旁边是没有其他的物质的 啊,所以你的房间看出来那边是 Unblocked View的啦 非常好的地段啊,OK 所以然后这边是 Eco Summer 是第一期的物质 然后它的物龄呢,大概是有五年以上了的 所以我们带你来看一下这间物质的特色 OK,走进来的时候 OK,现在这间呢是 Double Story 的 Corner Lock 它的物质的物身里面是比较大简的 它有二十四八十,然后旁边有三十五车地 OK,跟你们讲,现在要找三十五车地的 Corner Lock 超级难找了的,而且还是 Original Condition 没有装修过的,美美的物质 OK,来进来看看 OK,你看一下这个车房 这个车房这边呢,OK 基本上你带两架 View Fire 是没有问题的啦 然后这边呢,它是 Free Hall, Strata Title 虽然是 Strata Title,但是你还是基本上简单的那些 Design 还是可以做的,没有问题的 然后只要 Based on Management 的 Guidelines Submission 它们都是可以赶紧做 比如说 Oiling 啊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 Color 你要有顾啊 不过要用它们的 Guidelines去做啦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它的特色我带你们来看 就是这块地啦 OK,我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大很大很大 超大超大超大的,OK 这边哦,你看哦 旁边,现在是早上的时间 这些屋子是 Facing South 所以它早上,这边太阳会来这边 我最喜欢有早上太阳晒下来的屋子 因为你会感觉很有朝气 因为是 Morning Sun 然后吸收阳光 我觉得对整个屋子 跟住在这边里面的人 都会很有那个 好的 Energy 啊,所以你看这块地这么大 但是你不用紧 因为它这边从里面的出来的话 这个部分 你可以做 Oiling 出来的 等下我们上去楼上,我们偷偷拍下 对面邻居给你看一下 啊,邻居他也是有做一个简单的 Oiling 出来啦 所以你就可以做出来一点 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小亭子 傍晚的时候 小朋友在这边玩耍 或者是你有养狗的话 这个地方超适合养狗的,OK 超大,你有大型犬啊 全部没有问题 他们可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都是OK的 OK,这一款屋子呢 它除了旁边呢,有35吊地以外 它的屋身是24-80吊的 比平时普通的 Terrasal 多了两尺啦 OK,我们进来看一下 一进大门这边来讲的话 你看它的室内空间也是超级大的 方方正正,我最喜欢就是这种 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屋子 因为你可以很好去 啊,design 你的屋子的 layout 你可以找你的 interior design 来帮你做 啊,你自己做也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之前是 corner lock 所以它的踩光进来全部非常好啦 然后这个空间来讲的话 好像这边啊,这边是它的 sliding door 出去外面就是我们的 房间外面那边了的 然后这边的话,你开掉的话 阳光进来非常好 然后后面这个部分 很多人呢,他们会做成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厨房的一部分 如果你的老婆啊,还是你的太太啊 或者是妈妈啊 有人喜欢煮饭的话 你可以这边做一个island table出来 L shape的也可以 方方正正的也可以 然后还有这边这一点 好像啊,因为我的同事 他是住这边的 他有跟我们讲 他这边呢,你这个墙呢 还是可以敲掉的 所以如果你敲掉的话 我们看一下厨房的空间 它就会变到超大 所以就算你把厨房这边 把一张饭做 都是可以啊,小张的饭做 但是呢,如果你不要 你可以厨房放外面 然后这边你可以做很多的厨柜 如果你是家里很爱好煮饭的话 还有很多那种收藏品那种 锅啊,盆啊,碗啊,全部都可以放得好好整整齐齐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后面 它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空间 它就是让你可以放洗衣机跟晒衣服 然后晒衣服的话,你可以放去外面这一区 OK,我们看一下后面 然后好像这边哦,它的特色哦 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后院的 就是我们,你可以看它这边后面 你也是可以做oining出来 啊,镜头可以把我拍一下 看一下后面那一区,你看那些些 sample嘛 它们可以这边直接坐过去 然后砍下来 所以你这边又多了一个额外的空间给自己 然后后面啊,种种花啊,然后 放一些食人珍藏品的盆栽啊,都是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这边哦 它出去后面呢,它还有一个 啊,我们讲的后院走廊啦 然后平时如果你可以 啊,傍晚的时候啊,吃饱饭啊,开了这扇门啊 你就可以出去跟老婆上散步啊,带小孩走走 都是很好的感觉啦 所以我为什么喜欢eco的products哦 它们eco真的是会注重到很多东西 包括你那种生活的状态 好像lifestyle啊,让你觉得很relaxing 住在这个taman里面 对,然后这个taman呢,它是有保安为夷的 因为它是strataditer 那它的管理费大概是200多块以上 然后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这边的保安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呢,它还有一个房间 然后这里有一个common的washing room 就是厕所啦 然后如果你的guest来了的话 他们可以在这边用上厕所 也不会讲说很麻烦要去到后面厨房啊 然后这里呢,它还有一个底楼的房间 而且哦,这间哦,是我看过 楼下底楼房间最大的一间 它比sermidi的楼下的底楼房间还大 不行,你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超大的? 很少会看到底楼的长辈房的房间这么大 再加上它还有这个sliding door 可以让你直接偷到你的后院去 哇,是不是很爽? 我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是 如果我买这间家,我是主人的话呢 我有点想住楼下啦 因为你不用走楼梯嘛 老人家不想爬楼梯嘛 然后楼下这个房间哦,采光又这么好 哇,如果你坐楼梯出去,外面可以这样走出去极爽 然后房间又这么大 还有一点就是厕所在外面 我就不会觉得好像半夜我老婆起来上厕所很吵啊 或者是我上厕所吵到我老婆 所以厕所放外面不会吵到她 所以楼下的格局是超棒的 刚刚我们忘记讲到它的这个客厅的area 客厅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一个l sheet的sofa在这边 电视机的话,我们是把它allocate在这边 当然如果你有看风水的话 你想把电视机放在这边的话 可能你就要做一些简单的structure 去规划它啦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大幅的sliding door 所以它楼下整个格局的话 其实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很多的design 是长不一样的 其实它,我觉得很好啊 它整体也有一些我最满意的是 它后面那个长辈房 现在我们带你们去看看楼上的三个房间的状态 然后这边是它这间单位呢 已经空了几年啦 因为屋主他忍痛隔爱 到最后他讲说 不然我就把这个屋子让给有缘人啦 然后所以你看到它屋子的状态 基本上condition都是蛮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上到楼上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天花板高度也是ok 不会太压迫感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有个小空间 这边我觉得很适合什么,你懂吗? 做成读书的地方或工作的地方 因为它有采光进来 你可以在这边放楼上,放电脑 放一些软碗的沙发 躺在这边读书,功课,做工累了 可以坐在这边,躺下舒服,放下台 打一场游戏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啦 ok,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两边有两间房间 ok,每一间房间它都有自己的厕所 我们进来看一下 其实它每一间房间的整个空间杆 我都觉得很大一下 然后这间房间它可以看到后面的花园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后面 其实是蛮舒服的 而且我喜欢这边的屋子的设计 你可以看上去上面对面的 它的设计是尖尖的 所以它不会有漏水问题啦 它不会有积水的问题 ok,然后我们这边它有自己的厕所 你可以拍摄给大家看一下厕所的状态 就是很简单的咯 然后如果你要做更美的话 都可以打掉它 然后做更漂亮的设计上去啦 然后这个房间也是一样 跟该那个是MIRROR CONCEPT 一左一右啦 你看空间超大 你要摆双人床,摆厨,什么什么都是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它的采光很好 ok,然后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在这边啦 而且从我这样的时候 弯过去那个景色是不是不错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景色吧 ok,主人房进来的话 它会有做好一个格局了 比如说你的床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它可以放你的电视机 你可以做一个打横到完的那个橱柜 电视机放在这边 然后刚才你一进门的时候 它这边有个L-shaped 它其实是非常好的设计 因为你一进门嘛 你看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一张按摩椅 对不对 一张sofa按摩椅放在这边刚刚好 哇气舒服 应该可以坐在自己的按摩椅 不然你这边可以做橱柜 放东西都是没有问题啦 就不会让空间很狭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厕所的部分 ok,它的很特别是什么 它把房间睡觉的 还有放电视机的 还有你的Wordrope的地方 它帮你做好隔开了的 你看这边这个空间 你做衣服厨 放一些梳妆台 全部把你的衣服啊 衣服鞋子啊 包包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看一下它的厕所 ok,厕所的空间也是非常够用的 你看一下 很大 而且它这个主人房 已经过了干式分离了 这个你装热水器来 就是没有问题了咯 然后它整个厕所都是护套 而且我最喜欢什么 它有采光进来 因为你在那边化妆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太暗了 ok,然后这个更衣间 这边也是有一个窗口 有阳光进来 所以是非常舒服的 ok,然后我们带你去看看 这一款它还有它的 小小的包庚尼 ok,看一下这边 ok,看我身后 是不是环境很漂亮 ok,这个呢 它的包庚尼虽然是比较小 但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楼上的包庚尼 我没有什么作用的 我就是觉得说 至少我的风景都开了 过后 有看到外面的风景 然后是很舒服 我就觉得很爽 ok,所以我再跟大家 review一下 今天我带你们来看的 是一款 双层 corner lock 的 terrace house 24x80 有35扯地 地点就在 非常旺的华人区 Eco Summer 它在哪里呢? 它就是现在 大家最喜欢的 去Eco Paradeon 那边附近呢 商圈呢 有很多 吃的喝的啊 晚上有 pub 所以很多很多华人 现在都是会聚集在那边 所以这边 居住的这一带 其实屋子都满满了的 然后你很少很难很难 会找到一间corner lock 而且是没有装修的 你可以自己去玩 那个装修 design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是要看房子的时候 要快 因为这个单位 已经有好几组顾客来看了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 来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大家一定很关心 价钱方面 价钱方面 它的价钱是1.2多多 想要知道多少 2多多多少呢? 马上联系我们 我马上告诉你 send你资料跟直接过来看 先到先得哈 被拿掉了就没有了 在这个地段 所以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边 所以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